你支持DBC是完全沒有錯的 我是完全可以保證 DBC如果能夠復播的話 如果我們把聲音留住的話 我們會繼續堅持DBC的精神 無論在什麼平台那裡 我們都是用這種精神去做電台 這個就是大家支持我們的原因 我第七次封麥克風是怎樣的 我不是挺你封我十次的麥克風 我都封得幾十歐了 我是希望身火相傳的 數碼廣播創辦人兼台長鄭京翰強調 不會出售自己數碼廣播的股份 就算要向人借錢 也會想盡辦法回購股份 至於詳情就因為屬於禁制令範圍不便透露 他強調如果不成功的話 就會將數碼廣播關閉 數碼廣播節目主持人和其他傳媒人 以至立法會的泛民議員都一起爭取福博 各位我們要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我們一定要支持DBC到底 今次不是支持人 我們要支持這個平台 對不對 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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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會又公開 籌款給鄭京翰的訴訟基金 至今籌得270萬 不少穿著黑色衣服的市民都拍掌支持 他們除了手持示威的物品 還有人帶在頭上 政府總部外面坐滿人 不少人要坐出去天美道 集會由星期五開始 一連三日 舉行至到星期日晚上11點鐘 期間會邀請政經界和文化界代表對話 電台也會預留頻道播放集會的內容 而行政署就表明不會清場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和人生不得